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5年11月上旬 陕西西安郭新庄村的韩修墓已经拆除了井顶 变成了施工工地 三幅盛唐时期的大型壁画要连同背后的砖墙一起搬迁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考古队为此一直在紧张地忙碌着 工人用一种抗震强度达到九级以上的高原性钝银土填充砖墙的缝隙 并使之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 用纱布和石膏对壁画表面进行了封库 由于西安一直多雨 专家指着决定给木坑上方的防雨大棚开一个天窗 用吊车把壁画吊出去 2015年11月16日 这一天正是寒丘木壁画进行搬迁的日子 然而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 当天清晨的能见度只有五十多米 刚过七点 工人们就开始为壁画的搬迁做着各种准备 他们拆除了围挡 给吊车标出了行进路线和停放的区域 与此同时 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安保人员也整装盖方 准备赶赴郭新庄等桃古工地 为了吊修木壁画搬迁到博物馆后 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安置环境 管理的工作人员还特别在事先选好的机址上 今天钓装的壁画是为 świ掂的 是南侧的朱雀图和牧师北侧的山水地画 2014年12月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考古队员 对朱雀图进行了清洗和表面加固处理 然而与这幅壁画相对应的玄武图 却遭到了盗墓者的严重破坏 为了控制壁画在吊钟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摆动 工人们还特别准备了两绝麻绳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参与 对大型壁画进行整体搬迁 管理的领导下到木坑中 对壁画进行了吊庄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有设定 这地方是最危险的 所以说吊这个是这里边的 这个最难的一个 你别看它小 就它来之间有连接 所以说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只要顺利掉起来 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 好 应该是 应该差不多 第三届是怎么 后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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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可以 或者隔壁 或者隔壁 你先把这届 先个头 上午九点 吊车如期而至 再次撑上 你先把这届 我先把这届 然后再来 我先把这届 我先把这届 都给你 来 我先把这届 不过 你先把这届 我先把这届 好 我先把这届 由于西安最近多雨 泥土松软 师傅们在吊车的支撑架下面 都铺设了钢板 吊的重量也就是五吨左右 差了两公斤 咱们底下到时候去安排两个人 一个就是支撑架 二个防护的 你看还要拉墙子 都弄好了吗 一个人还得晾三个 没有问题 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 来个三个吗 四个小个 那个王家 你是这带四个人 在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吊车开始身壁起吊 然而随着吊车发动机浓浓的巨响 在场所有人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我们这里掉完毁 然后不可以擅长 没有时间 这时候晚上 我们基本上就是 你连那钱在这东西 就直接可以上 不行就开始弄 不是 你就把人安排好 就是谁来找 或者你在这 他这个建大的 他有几个 我在这 大家为了韩羞木的壁画 能够安全搬迁 已经整整忙碌了一年的时间 而检验工作成果的时刻 马上就要到了 咱们都上 底下不安全 咱们最多就在这个区域 好不好 在这个区域了 底下 一个也不行 一个也不行 上了吧 都上了 由于牧师上方的防御大棚 没有拆除 只能通过对角机 和站在边坡上的师傅 来传递信号 进行每一步操作 钢丝绳牢牢地锁在了壁画的主座上 而控制壁画移动方向的麻绳 也已经拴好 然而人们最担心的是 在钢丝绳拉紧的那一刻 保护壁画的钢架 会因为受力过大而产生变形 导致壁画受损 毕竟壁画表面只是打了一层石膏 没有很高的强度 随着钓车组师傅的指挥 壁画的底座终于离开了一层石膏 开了一千多年前的土层 开始缓缓上升 好 问我去 你去问你去 调起来 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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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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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别错 慢点 慢点 别错 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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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黄雨大棚的开口 位于中心区域 而朱雀图却是在墓室的南侧 司机师傅在起钓的过程中 必须要不断地调整壁画的位置 以接近开口 但是 这些人是平安的 我们也不断地调整 能不断地调整 咱们俩的那些人 好 先地调整 我先地调整 你把这个地方拿一下 咱们摆的 我先摆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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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边会摆一摆 别摆这边啊 哎 别动 别动 待会给你放进 我先摆一摆 要摆一摆 给你放进 不要摆一摆 壁画平稳缓慢的上升 情况似乎比预期的要好很多 情况似乎比预期的要好 显得越过牧师砖墙之后 新的问题又来了 抽那一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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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上面抽 这样 这个满 上边到上边抽 这下面抽他就拉得好 抽那一半就好 抽那一半就好 抽 这下面抽他就拉得好 不好抽 到那边抽到那边抽 上去到那边抽 上去到那边抽 到那边抽 到上边抽 慢点慢点 抽 大小的 小的 他就要 抽 老套 先停一会 继续 稍微停一下 先不要掉的 停一下 停一下 过了 人家什么都刹 上去就拉进去 不怪他 用力就拉进去 好 夹到那了 壁画顺利地穿过了房与大棚的开口 感觉十分轻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修墓中第一幅整体搬迁的壁画猪雀图 终于在吊车组师傅们的精准控制之下 安全地装上了车 许可猪山 到过去 位置 封面 下来 再来 这个 下的必须得穿上 改的这个墙太近了 根本不行 不好了 不好了 为了增大壁画的钢结构地 坐和卡车之间的摩擦力 避免运输过程中 因颠簸而产生的滑动 丰人们事先在卡车上 抠了一层地毯 然而程序馆长仍然有些担心 温总 你还没铺吗 等一下 你看没铺 铺上了吗 不能为地儿 铺上了 就是铺那一层 还不能太后来 比如就去个县 一个是不滑动 钢板一块钢板 这样不滑动 二个都直接有一个 没有放在一块去嘛 这个叫小 现在担心的是大的问题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好多 一点变形都没有 一点变形都没有 木头木栅子有变形吗 哪个这样 行的 这个主要把它盯进去 看了啊 那那个 这边拿钢板 这个支撑 对 马上已经焊好了 往下一安装就行了 哦 这不它已经都做好了 就是来支撑 工人们开始把事先定做好的 用于支撑壁画的钢架 送上卡车 为稳妥起见 工人们干脆把钢架的四个角 焊在了卡车上 焊的各种 这个什么铁啊 对啥不稳定 有点 这个 脚好 脚好 裁着呢 这两天还是不是很铁 还是不平 还是不是平 没事这个 对 再出一只铁 很平 很不重要 底下这个一粒 你看那边 对粒这些就 不过你问题不大了 你这样的话本是软链接 这样一个弄的话 本是它也防止 防止它側滑 省得硬缝直接容易滑了 这个板车 这个还用钢子摇一下吧 因为它整个过程中 它有一些都是那个啥的 这个汉上这个能调下来 那个哈 这一割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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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我们管理以后再一割 对 就掉下来了 基本上按预期要求达到咱们这个起掉的这个目的了 而且说实在的话 中间也非常顺利 完成了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 搬运 下来就是咱们关键的这个北壁这一块 因为它和东壁连接太近 所以底下可能还要做一些调整 现在咱们马上下去 虽然朱雀图被成功的调了出来 但和岳武图连在一起的山水壁画 就没有那么容易 紧接着 专家们又回到木坑中 去安排第二幅壁画的吊桩 刘武图连接下来要起掉的山水壁画的状况 这个 让专家们忧心忡忡 寒修墓中的山水壁画 是迄今为止 人们发现的唯一一幅唐代山水画 虽然墓室壁画的绘制 没有纸本山水那样精致 但我们仍然能够领略到 唐人对山水的感悟 由于山水壁画和粤图 呈直角连接在一起 如何顺利地把它们分开 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步 工人们在山水壁画的东侧 用木方支撑起来 防止它在吊装时发生摆动 状象愈有异化 它已经相当好 人是控制不了的 它是拿机器拿吊舌往个移动的 那都定运 先平移 先往这边 在里边有人 你们的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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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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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 他去 我去 好 好 没事了脱开了 脱开了 这可以了 一下就行了 这边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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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由于防御大棚的遮挡 吊车司机无法观察到木坑下面的情况 壁画的底座碰到了旁边的土坡 吊车组的师傅手急眼快 及时地扶住地画 你撤吧 撤吧都撤 山水地画安然无恙 平稳上升 往南再来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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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他平衣 先平衣过去 好 而木坑中只留下了那幅最大的乐舞壁画 等待着接下来的加古时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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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nical Translator 以后再来的女士广告 一切都不留下来的女士广告 订阅 订阅 一年半的可以说是一直在这个悬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 这次牵起了这个部门之多和这个人员之多 也是之前壁画揭曲当中很少有的 这块你就是拿那个纱布吧 不是 拿十个 打十个 绷带一样 把他拿过来 当然这个在起吊的过程中啊 应该是我们的心都是惊的 但是这个整个放在车上的时候 第一块放在车上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的强烈地放下来 约武图它就不像其他画过去的壁画 中间就是人图像之间有一定的空间 那么可以直接进行切割 那么越过头来它是整个完整的 那么是从任何地方进行切割 都会换到这种破坏 所以我们就采取到这种整体感情的形状 慢点上去把那个角度赶快去打 那个张花 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用麻布搏上石膏 对壁画分离的部位进行了紧急处理 而此时大家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等到第二次在钓那个北侧的时候呢 当时有点担心 就怕对那个东侧那个壁画有点影响 应该说是还是按我们最开始的方式 往西推了一部分 再往上去钓 还是非常顺利 这个应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完美 非常顺利的这样一个搬迁活 卡车缓缓地开动了 韩羞木中的壁画离开了考古工地 韩羞木壁画搬迁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后 当务之急就是要给壁画盖一间恒温恒湿的临时修复室 以保证脆弱的壁画能够度过严寒的冬天 至于壁画的展览与陈列 博物馆有很多设想 而最理想的就是按照墓室的原样进行复原 中午时分 从韩羞木搬迁的壁画 终于运进陕西历史博物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陕西历史博物馆 他们突然发现 保护壁画的钢架与卡车焊得太牢固 一时间很难分开 織印端 針索 215 hima 靠点 1015 g 815 g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使用传统的方法揭取壁画 费用要大大降低 然而 为了保证这三幅珍贵壁画的完整性 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历史国务馆 都投入了更高的成本 对壁画进行整体搬迁 由于加固工作做得很充分 壁画在管理的吊桩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修复与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对2015年元旦前后 使用传统方法揭取的寒修墓壁画进行修复 高仕图位于寒修墓墓室的西壁 工作人员本着对壁画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 修复完成的壁画 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其原有状态 又很好地展现了壁画的美学价值 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的祥云图 是寒修墓中被揭取的第一幅壁画 祥云图位于墓室入口处 2014年年底 杨文宗使用了传统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揭取 而最难修复的是涌到两侧的壁画 由于涌到两侧的壁画比较破碎 工作人员需要对照之前拍摄的照片 再根据壁画上人物线条的走向 来确定最快的位置 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 往往拼对一幅壁画 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另一处 袁芳正带领着工作人员 临摹寒修墓中的悦舞壁画 再到整齐 它不停循规的 你全都最后成了平土 你第一遍就已经是平土 你没有空白的东西 你就上不进去了 最后你要是大大罗笔细细收拾 最后收拾的时候 把它通一下对了 你看你看 留大同嘴 还你这个 你的肉的煤 最后换 到最后再通一 最后一通一 出来就是这很微妙的变化 乐舞壁画中有多处重影 临摹小组认为 重影可能是壁画修改的痕迹 因此 尝试着去掉了一些重影的图像 处理过的画面 男女乐队的人数相同 看上去十分协调 那肯定是他后画的比较中圈 还是要钉个儿的 那显化了咋办 我们现在怀案的话 就把它显化了 怀案当时都没去掉的东西 那咱们把它去掉 让它躲一躲 是吧 既然咱们要把它怀院的话 就尽量把它那个 媚的东西怀案了 比如说你怀案都想去掉的东西 那咱自然就把它去掉 让它画面更美 更能反映这个 当时发展的这种 创作的这种理念 墓室中的壁画 因为病害和破损 艺术价值受到了损害 林魔小组把缺失 残损的部分 依照壁画原有的风格 补画上去 最大限度 呈现了壁画的艺术价值 因此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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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